出去逛街 买了一大堆好吃的 全开灶上了 朋友们 我感觉我上当了 今天回不出家 感觉这哥俩是有预谋的 回来之前跟李居家可能商量好了 来给按监控 我看这个线还有监控 都是直接我们带来的 正好这哥俩去那家 一起过来干了 要不就打承esque 拿着啊 携出来 捞出来 吃饭了 从这里放眼底下 好 刚刚把头部给洗了 然后你们看我这脖子上 天气一热 太阳一曝晒就会这样 然后刚才我额巴给我找了点药抹上来 这边强一点 这边是比较严重 你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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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来一瓶 你拿一瓶 直播了 别走别走了 拔着点 要是重 你还没拿来 大晚上的铃俩保镖出来了 溜的溜的 现在是七点多 天还没有完全 天天保镖 我是五粒保元 五粒 现在天还没完全黑透 然后溜的溜的 要不然这俩孩子在家 太抖蛋了 放个假给他俩反正是开心完了 大成子他们 在邻居家干活 然后邻居请客吃饭 在那边都吃饭了 然后下午我们吃了点甜点啥 这都不太饿 领的俩出去溜的溜的 要是饿的话呢 我们就在街里吃点饭 真是奔吃得实劲的 这是本地也是不一样的 哪儿都那么早 一个蛋暖冰淇淋 一个圣代 一个蜜桃四季村 走吧 我们几个打车下来的 到这之后他俩就直奔着舞 跟他俩点了一把豆腐串 两个面积都不大 能吃能喝 能拿不 要我给你拿 咱们再往前溜的吧 在这溜的啥 没啥溜的了 往那边去 走吧 我就对这条路还算熟悉一点 其他的地方白扯 要不你俩找个地方 坐着吃啊 还咋的 一会儿就没了 边走边吃啊 我这是干啥的 付款的 然后给拎衣服 东西拿不了给拎着的 完了他俩就负责消费的 负责吃的 负责喝的 负责玩的 在这绕了一圈 实在没地方去了 我们又回到了远点 这边全是小吃的啥的 我现在要去打包点回去 给大成子跟德鱼 他们在邻居家吃完饭之后 但没喝酒 晚上给他整点夜宵 来酥个鸡鱼 有有有 有鸡鱼 烤点羊肉跟牛肉串 我先拿过去 一个面筋 一个十大 领这俩孩子出去 真的劳盛见了 一人 一杯奶茶 然后吃个十大 你们在来修业 你就说我想不想 有的知道你俩没喝酒 跟你俩带着修业 太甜了 烤的羊羊串啥的 哎呦 还有牙羊串 这你刚说完事都完了 拿鹿串去 鹿啥串 不说没喝吗 你俩说没喝 来吧 羊肉串牛肉串 食蛋鸡骨啥的 看上去 安排牛串 我现在还不去 安排什么 今天里边老热闹了 全是好吃的 哎呀妈 我没去也太远了 让孟宝领着我去逛去 这小伙子也不知道啥地方 反正就知道那个地方直奔 完了吃点东西 我说领他了 留上子再吃点啥 吃不进去了是吧 那就回来吧 给俩打包点 我也没啥想吃 我吃饭什么 吃完焖米 我拿饭水跟俩干了 这面积有点小 就买的那个小的 它炉上烤 给我尝尝鸭脖 那鸭脖 那鸭脖老好吃的爸爸 那是鸡脖 那鸡脖老好吃的 鸭脖老好吃的 嗯 买少了 问他俩吃不吃 说不吃 回来你姑娘倒一个 我女儿 你咋的 吃了 而且女儿 你也没吃啥呀 那是雪糕一又是好看 你也没吃 你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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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